说到三国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曹操了 这个人很有争议 但是如果说他是奸臣 确实有点冤 曹操本来不姓曹 他爷爷曹腾是东汉有名的宦官 那宦官哪来孩子呀 所以他就抱养了夏侯家的一个孩子 取名叫曹松 后来花了一大笔钱 买了一个大司龙的管 这就相当于财政部长了 所以曹操家里的条件是相当的好 如果说曹操的相貌 咱们常听到一句歌词 叫黑脸的包公白脸的曹操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 包公是个白面书生 而曹操却又黑又暗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曹操有一次接见匈奴使者 可他对自己的长相有点自卑 说我长成这样 给匈奴人看见瞧不起咱汉人咋办呢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人代替自己 他就装成了护卫 抱着刀站在旁边 匈奴人回去之后啊 人家问他卫王怎么样啊 事实说卫王有风度 不过我看到他旁边包刀的侍卫 有英雄气干 你看曹操长得不咋地 但七场足霸气侧漏 而且曹操年轻的时候 确实很有魄力 在都城洛阳 当时有很多的权贵 经常欺无百姓 不守规矩 根本就管不住 后来曹操当了治安大队长 他怎么干呢 制作了一个五色大棒 让人在街上巡逻 只要看到违规的 别管是谁 上去就打 你别看这些权贵 就是欺软怕硬 自然一下子就好了 他不但有胆破 关键他敢担这个责任 有决断 这也是他成为一代豪雄的原因 三国演义把曹操贬得不轻 因为董卓专权的时候 曹操是一名校尉 董卓看中他 要给他升官 但曹操他也有自己的情怀和理想 拒不接受 他看到袁绍逃出了精神 他也跑回家乡招兵买马 他们家有钱呢 招募了五千人 参加了袁绍的陶董联盟 那他有没有刺杀董卓 杀女伯舍一家呢 其实啊 刺杀董卓肯定没有 虽说董卓看中曹操 但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的安保措施啊 让曹操带着刀进房间 就算曹操得手了 他也跑不了啊 这次作死 曹操真要是这么干呢 说明他比袁绍还蠢 那他杀吕博舍一家 还真有记载 但是却有不同的版本 三国演义里面 用的是杂技的记载 说曹操发现误杀了好人 还说 另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但是卫书里面说 曹操到吕博舍家 吕博舍不在 所以吕博舍的儿子们 就剪裁起义 想抢劫 因此被曹操给杀了 但卫书毕竟是 吵架的官员写的 也不一定靠谱 所以另外一个版本就说 吕博舍不在家 但他几个儿子 对曹操太热情了 热情的有点过分 所以曹操起了一心 就杀了吕博舍一架 其实我比较信 后面两个版本 而且我认为 曹操跟吕博舍应该不认识 能跟曹家这种大族事故交 家里能没有藏酒 还用自己骑着驴去买酒 对吧 曹操后来参加陶董联盟以后 发现袁绍这帮人 除了喝酒吹牛 啥事也不干 因为害怕董卓的西凉骑兵 那你还讨什么董卓呀 这个时候的曹操 真的是重甘义大 只有他跟孙坚两个人是正大 孙坚还打败了吕博 牛啊 后来董卓因为僵持下去 粮草不够 于是就打算火烧洛阳城 把所有的百姓都赶到长安 因为长安离梁州近 但是这一路上没有安置点 也没有粮草供应 几十万百姓在路上就死了一大半 曹操跟袁绍讲 咱们赶紧追 不说就那些百姓皇帝 起码也别让董卓把洛阳给毁了呀 可袁绍他们还是一个个唱歌喝酒 不理不睬 把曹操给气得 只能带着自己的五千人跟董卓去打 那董卓的西凉骑兵多厉害呀 曹操那时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中 一站下来 要不是曹人把马让给了我曹哥 后面就没有三国了 曹操带着剩下的几百人逃了回来 看到袁绍 曹操心里就想 跟你们这一块真没意思 于是他就带着剩下的人跑到了衍州 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那曹操他又是怎么起家的呢 他的青州军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就带着剩下的几百人逃了回来 他就带着剩下的几百人逃了回来